好 节目开始 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的重磅消息 那就是目前自由球市场上最大咖的三本游升 终于确定新赛就要效力哪支球队 结果是要加入跟大股商品一样的蓝帽君到期 双方签下一只12年3.25亿美元的巨额合约 没错 这消息一出是让许多球评感叹 蓝帽运超车实在是太强大了 同时也期待三本跟大股梦幻联动 洛杉矶到期修赛季才刚签下自由市场最受瞩目的大股商品 运超车又再度出动 从十支球队当中脱颖而出 与日本最强头三本游升签下12年3.25亿美元的超级大约 不管是年限还是总额 双双都破了大联盟的投手记录 让球评直呼蓝帽牌的金库真的是太惊人了 what the Dodgers have gotten, quite simply, is probably one of the ten best pitchers in the world and it costs them $325 million there is a $50 million signing bonus and on top of that, Scott you know, we look at the $325 million which beats Garrett Cole's nine-year $324 million for the most ever given to a pitcher in total value but on top of that, there's a posting fee that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pay to the Oryx Buffaloes Yamamoto's Japanese club that's going to be more than $50 million so in total, for the 12 years that they have Yamamoto under contract they're going to be paying $375 million and when you tack that on to the 850 they've spent on Ohtani Glass now and Jason Hayward, I mean this is an off season unlike anything we've ever seen 在市場上,山門游身是各隊爭相金主的对象 大家也是冒足全力 像是之前就有传出洋鸡就搬出 传奇名将松井秀喜 大都会则是诚意满满进行多次会面 不过最后会选择到期的原因 有很大一部分是大股上面的推动 当然还有到期付出非常高的代价 根据统计到期在大股跟山本篮石上的花费 达到10.25亿美元 加上之前跟前光芒王牌 Tiler Glassnell 签下5年1.36亿美元合约 三个人总计花了11.6亿美元 今年除了他们之外的其他29支球队 在自由市场上所花的 通通都不到9亿美金 客舰到期很敢花 当然也是口袋够深 才能够组成像现在大股加山本的 梦幻联动 还有包含有Freddie Freeman Mookie Betts等球星 相当恐怖的篮毛军团 充分展现想要冲击季后赛 升任到世界冠军的决心 而谈到今年赛季风光转队 到期的大股翔平 个人动向受到瞩目 今天前去观看同城的NFL洛杉矶 供养比赛 官方制正球艺给欧塔尼 欢迎他的到来 不过等一等 这边先让我们来小小澄清一下 大股可是已经为同为洛杉矶的天使 效力六年了呢 现在财送是不是有点太晚了呢 这也引起不少球迷讨论 不过到期毕竟身为传统禁律 比起小市场的天使 人气程度当然是无法同日而遇 本身又兼具实力的大股 转战星光一一的到期 相信也会为他自己迎来 生涯的全新篇章 YQ台总和报道 好 继续要延伸讨论下 三本游生这张合约总计高达 十二年是大联盟史上 最长的投手合约记录 这么大份的合约又是破纪录 当然引起了更多讨论 转战求评是点出山谷 在投球三本在投球精致方面 不太容易被破解 过去也没有太多伤病史是一大关键 此外还有那些看点 一起来关心 三本游生跟洛杉矶到期队 签下一职十二年 三点二五亿美金的合约 超过一九七七年 克里夫兰印第安人队 跟Wangarlan签下的十年合约 成为大联盟史上 年份最长的投手合约 由于投手相对于野手来说 出现起伏表现的几率更高 也因此相信不少球迷都很好奇 是怎样的特质 让三本游生获得到期队如此信赖 球评陈诗珍老师 点出独树一格的投球机制 跟鲜少的伤病时 成为其中关键 如果就三本的一个投球机制上 其实他的抬脚动作蛮特殊的 这个在打着跟球的一个节奏上 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有受影响 那还有当然就是他的一个身体健康要素 加总起来我觉得会是 这些豪门球队 他愿意开长时间的这种大约 给他的最主要原因 二十五岁的三本游生 过去三年在日本职棒 都是健康初赛 投球局数跟两度超过一百九十局 成绩更是惊人 连续三季都是太平洋联盟中 胜头胜率防御率 及三阵数最多的投手 而在他确定加盟到期后 其他竞争队伍所开出的价码 也相继揭露 纽约大都会同样开出十二年 三点二五亿美金报价 而杨基则是提出十年三亿美金的价码 当中据说有着美联邪恶帝国 封号的杨基 更是由总教练 Aaron Boone出马 亮出背号十八号的条文 王牌球衣 这样都赢不了国联邪恶帝国到期 就是因为蓝茂大军 有连同大鼓祥评在内太多的亚洲学长了 从一九九零年代 守卫效力到期的日本大森拜 野茂英雄开始 到后续二十一世纪初期 以三十六岁高龄 战文蓝茂大军 终结者角色的齋藤龙 日本球员跟到期的连结 一直都不在话下 而提到终结者就不得不提 来自台湾的不死鸟 郭洪志 也同样担刚过到期队的守护神 加上更早一点旅外的台湾风炮 陈金峰 来自亚洲的到期球员 也不罚我们报道的好手 相信这样跟亚洲亲近的关系 也是让三本游身决定加盟的因素之一 回来投资台定义 陈维华采访报道 再好的投手也需要守备支援 那三本游身可以放心 因为到期过去有很多精彩美技 中央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